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了 这就是他的特点啊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 以西林这个死体 女三四五岁这个病人又下不通 边秘一年 又下不通 证明他的齐子部号号部位 那么再莫大会长 就暗示这个意思 大家再继续看啊 结成今年 肥差莫大会生结成齐子部有重型溃疡 看那个重型溃疡 这四个字 大家就马上要考虑了 还有极大性 马上要确认这个病人是克罗恩病 所以打NA就出来了啊 长克罗恩病 所以马上就出来 像这种题目 他就是考虑这些特定性的病理病病 希望大家对解体有作用的特定性病理病病 搞得很清楚 要会活血活用 希望大家进行注意啊 好了 我们看到临床表现 临床表现第一个是消化系统病病 第二个是肠外表现 我们先来看看啊 消化系统表现 第一个腹痛 是最未常见的症状 表现为右下腹痛 因为他的号化部位在长 莫弹飞肠 所以这种病人表现为右下腹痛 我们在讲腹痛特点的时候 已经跟他讲过 那么进产后加重 排便或排细之后 肠腺内的压力减低 所以他在排便排细后 那么会缓解 还有个疾病在排便后缓解的 那么就是肠一级综合症 所以大家记得是个可以过二级 好了 克勒弹病最常见的症状是腹痛 这个考过一次 也是最常见的症状 这种最简单的题目 第二个又腹泻 这种病病 常常大家都知道是腹状 没有脑穴面 因为他没有年末年末下腹的活路 所以他没有脑穴面 假如有脑穴面 那是溃疡性解肠炎的特点 所以没有脑穴面 对解体 尤其是和溃疡解肠炎的区分 尤其重要 大家注意了 这种病人常常有腹部包块 但是这种腹部包块 并不是克勒弹 长出来真正长出来的牛子 是因为克勒弹 长期反复的划作 造成你腸管与腸管之间沾连 沾连的基地在一起 这些腸管摸到来 就一个腹部包块 所以腹部包块是这个意思 漏管性成 我们跟大家说过 虽然溃疡集团也很少形成腹管 因为它都是潜溃疡 年末年末下的溃疡 所以很少 常管壁很少穿 很少形成腹管 但是 克勒弹因为形成腹管 并且依然形成腹管 它是特征性命面 所以这种特征命面 大家一定要脑起在心 往往对的解体有作用 哪些地方形成腹管呢 任何地方 整个卫床道都可以收留的地方 都可以形成腹管 但是你哪里有特征性呢 外漏 肛门外漏 你说直上 漏出来了 到处直上漏 肛门周固的都管 那么你常常被误诊为肛漏 假设这个病人是个肛漏 做来又没好 要高度怀疑这个病人 是不是克勒弹 好了 肛脂的病别 肛脂的病别 最主要考的多的 就是肛脂漏管 肛脂隆重肛裂 一般来说 别是很少靠你 接着目前为止从来没考到过 所以大家记住 肛脂漏管 OK了 好 这个就是肛脂的表现 第二个肛脂的表现 就是肛脂症状 由于它这个 结底组织 免疫性 这是免疫性 所以这种病人 常常有确实症状 肛脂症状 可以有滑热 可以有营养不良 那么它的肛脂的表现 跟我们讲到过的 溃氧集成员很类似 只不过滑身率 比溃氧集成员更高 包括 我们溃氧集成员 会出现的口腔脸膜溃氧 皮肤结底红斑 关节眼 以及各种各样的眼皮 你比如说红墨 系上铁 你比如说结底红斑 这会在溃氧集成员 这两张图片书给它看过 看过 也就是说到这儿来 它还是可以发生 所以让它再去看一遍 这个意思 因此这种 全身性的表现 或场外表现 希望大家已经注意 你们很少考 这个研究生先上考这个东西 所以我怕你们职业医师 出哪一类的事情 出到这种多的地方 希望大家已经注意 好了 我们看病化症 我们讲的三个级别 一个科老闻 一个长截科 一个科养截斩研 这些病化症 很捷径 大家喜欢搞错 我就给大家对比着 用个图 大家对比着看一看 第一个长根主 你看看 科老闻 长截和 溃氧集成员 都可以形成长根主 但是 只不过是溃氧集成员 少见 换过来了 长截和科老闻病 都多见 除了长截和和科老闻病 这两种疾病之外 还有一个东西 以长根主 作为最常见的病变 还有哪个 结合用户面 所以大家背的是个三个级别 科老闻 长截和 截和湖面炎 最常见的症状 都是长根主 三个三个都考过 所以你记得这个 一颗三个一块儿记 那么你也把把这击粉了 好了 你这个 溃氧性结成员 哪个最多见呢 大家注意了 你们说还没有说最多见的 但是只能说 种植的溃氧结成员 最常出现病化症 他经常考到个中队 聚结成 也就是中队性结成过程 经常考这个东西 好 第二个是吧 长传孔呢 长出血呢 都可能出现 假如你穿 穿过了之后 还可能周围形成农主 穿过了之后 还可能形成长漏 中国长漏 在溃氧基础 也很少发生 中队局长 矮变 在克罗文币 有比较少见 所以这就是他的病化症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你无人这个词题 克罗文币最常见的病化症 是什么 克罗文币 常结合 结合有五名 我们来讲第三次了 那么最常见症状都属于 长根主 说答案是C 这是他的经典诗题 希望大家引起注意 好了 辅助检查 辅助检查 其证过的 快要结成研究 已经跟他讲过 再跟他复起一样 我自己这时候 就跟大家提一提 克罗文币 克罗文币有个 智慎抗体 叫酷 酷酒酵母抗体 ASC 希望大家看这个 杨文记记住 万一他考到 假如搞个ASC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克罗文币 也进阶的时候 有一个特征性的表现 包括 结代性密密 俄兰斯坏洋 重心溃洋 这都是 他的什么典型表现 那么克罗文币 我们也跟他说过 有个背记观察的 这个特征性表现 叫限养针 大家看看 我这个箭头 所指的限养针 很细 很细的 就限养针 那么他取活性的时候 有分离肝脑 这个检查 也会跟他讲过 我就跟他提一下 就行了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以上年这个死题 大家再继续看 女33岁 这个病人幼下腹痛 幼下腹痛 这病她的病变在幼下腹 你必须说 我们克罗文币 在末端会堂 她就表现过幼下腹痛 大家看是不是 背记观察 看看病变不会在 她的好话不会 末端会场 并且有中型溃疡 鹅乱思想针 有截担性改变 这边怎么说的 这每一个每一个 都是她的特征 给予改变 包括中型溃疡 鹅乱思想针 鹅乱思想改变 以及并变成截担性 化化部位 回肠波兰 当然这个题 要证担的是什么 克罗文币 所以答案是B 所以像这种题 一般你复习了之后 一般都不会做错 除非你根本上没看书 那么这种题你会做错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它的活动系统资料 活动病系统资料 大家注意 克罗文币 跟克罗文系统资源 很类似 为什么 它们同属于 云真心疾病 所以它们都是类似的 都是根据 轻中度 病情 来写药物 然后根据它的部位 来写机型 跟它一样 大家看 第一个 对于轻中度的病例 大家看看 还是首显 水药伤之际 五万水基金 水药伤之际 有的化比例 是不是一样的 跟我们刚才讲的 亏伤之际一样的 第二个 对回结肠型都有的 就是大肠小肠都有的 那么用美色拉筋 就是缓死剂 对这些重症病例 那么 水药伤之际 一般没有效果 那么这时候 要用糖皮的技术 对糖皮的技术 无效的 或者依赖的 那么用免于移植剂 好了 急诊手术 我刚才跟他说了 虽然亏伤之际 也急诊手术 只真没考到 但是克罗文币 考到货 毕竟考个两次 考个两次 并且都是这个矮变 当然就很简单 你说一个东西 长了矮 你不开刀 干什么呢 是不是 所以 这种克罗文币 考了两次都是矮变 希望大家给这个 急诊手术指针 搞清楚 第一个 不能控制大出血 你不开刀 要死人吗 急诊本完全 无常跟住 那颗治疗无效 那么 必须手术 有肉管形成的 有腹腔弄重的 那只有开刀 才能治好 所以这就是 克罗文币 第一手术指针 好 这种手术指针 偶尔会考到 好了 我们再来看看 一七年又考了 克罗文币的手术指针 他问你 哪一个 哪一个 矮变吗 答案未必 送问你 其他的都不可能吗 只是昏变 前些时间阳性 证明他 有肠道出血 严重的腹泻 这他常见症状 合病 这些肠细柔 这他修复症状 营养不良 体重减轻 这他经常 发出这个后果 所以AC第一 都是他临床表现 不是他的手术指针 所以只有B 也有恶病 得了癌 那么这些手术 这就是他手术指针 因此正确的答案是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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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